放下 放下 別人刑警抓準時機 立刻衝上前逮捕嫌犯 因為他涉嫌收取 毒包裹 被壓制在地 吱吱吾吾說不出話 除了入內仔細搜索 警方同步南下 逮捕共犯 想要開車跑路門都沒有 嫌犯足跡全都被掌握 會這麼大動作當街抓人 全是因為這件事 一整台車床機從馬來西亞進口來台 外觀看似沒異狀 但是把頂部鋼板切開 往內一看不得了 秘密麻麻全是毒品 警方清點後發現 總共有52公斤安非他命 以及3公斤的大麻花 換算市值超過1億1000萬 為了要走私毒品 毒販下了不少功夫 先刻意從台灣出口車床 到馬來西亞加工 除了利用機座空間 來夾藏毒品 還把車床卡在石棺上 再灌漿 增加層板厚度 一般來說 X光機可以掃描的厚度 大約是三到五公分 嫌犯就是看準這漏洞 才挺而走線 以為動彎腦筋就能大賺不易之財 這回還想用加後石棺闖關 又被識破 小聰明用錯地方還自己走上不歸路 三星文獎 漢銘 楊欣怡 基隆採訪報導 馬來西亞加工 笑一張 又有一個禮物 一筆 橫吸收ます 要是一個禮物